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意思意思今天來到萬錦區 這個地方是Mine Shushi 我們是第一次來吃東西 在這個商場其他的餐廳 我們都應該是吃過了 今天來最主要就是想和大家 分享這裡的食物之餘 還有一個社區的最新消息 想和大家分享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過一個 優質而又獨立的退休生活呢 如果想的話千萬不要走開了 Mine Sh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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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Easy Easy 今天很興奮 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社區的消息 話說我們之前收到一個朋友的電話 告訴我們 萬錦百頓萬常角 正式動工了 因為之前我們也來過看過 也和大家分享過這方面的資訊 既然知道 告訴我們是動工 我們當然要來看看 當時我打算去一去展銷中心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資料 新的資訊可以拿得到 所以當我們今天去到展銷中心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件事 都是新的東西 原來他們搬了 搬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Unit 5 1815號 Apple Creek Boulevard 所以我就很興奮地進來看看 不如一起進去看看 有什麼新的資訊可以拿得到 因為我都很心急 進去看看 剛才我偷聽到 後面這個姐姐 告訴這班客人 他們有一個新的圖則出了 所以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看樓 特別是示範單位 可以拿點靈感 看看如何佈置間屋 進去看看 我記得上一次雪櫃的品牌 不是這個 不是Wilpool 我記得上一次打開櫃頭 我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 Slow Clothes 既然她叫我打開 所以我當然要聽聽她說 樓頭這個品牌 都好像是不同了 它都是Wilpool的品牌 我很喜歡這種樓頭 因為清潔很方便 洗碗機對我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Wilpool的品牌 是不是升級了那些物料 通常我們住房子的話 這一類型的設計 就是有一個島在中間 比較普遍 但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退休大廈都可以做這個設計 令到整個空間感很寬 請朋友回來玩 在這裡煮兩尾聚餐 都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洗手間和浴室 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 我今天看到這裡 是有兩個洗手盤 上一次的話 好像只有一個 會不會現在的變化 這個單位 是比較大一點 就有兩個呢 至於下面的位置 既然是給長者居住的話 會不會有些時候 他們需要用到輪椅 都可以直接整個輪椅進去呢 看來就像了 那個高度 毛巾架 剛才我偷聽到 有些同事跟客人說 它是一個熱的毛巾架 摸下去真是熱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於一些人士 長者人士 或者退休人士 他們洗澡的時候 有個毛巾架 暖住毛巾 都是相當舒服 還有這個位置 也有個暖燈 分別是有不同的時間 長短 例如15分鐘 30分鐘 45分鐘 保持暖 洗澡的時候 也不需要怕冷 有時出外入的時候 上一次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用輪椅推進來 可以方便一些 有需要的人士 可以用到這個位置去洗澡 相當之方便 還有扶手方面 扶手方面 都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這個毛巾架是暖的 到底是哪裡來 按一個按鈕 讓它發熱呢 秘密就在這裡 在下面 所以是不會影響觀感 多漂亮 到來這個 比較細一點的示範單位 為什麼我說細一點 這個是我估計的 因為剛才那個是Island 這個換了的是一個餐桌 我就看到 好幾位 我喜歡用的顏色是比較淺漆 這一件事很精神 還有那個料方面都好像升級了 品牌跟剛才我們走的示範單位都一樣 都是Wilpoo的品牌 洗衣機乾衣機都一樣是Wilpoo的品牌 這個位置都是吸引我的 因為剛才我在想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之前住的大廈都是洗衣機乾衣機 是這樣上下放 很少有這個地方的升盤給我們用到 如果在這裡見得到的話 對於一個退休大廈都有這個裝置 都是相當不錯的 這個展銷中心一個星期開七天的 今天是一個閒日 但是也有些人士進來看這個大廈 我又看到有些營業代表在這裡 跟他們講解 當中我自己也有很多東西想知道 我看到有兩位地產營業代表 我就想問問他們可不可以解答我的問題 怎知道你們兩個哥哥很好 一口說yes 所以我又可以有機會問一問他 和大家分享 來到曼金伯頓曼上角新的戰銷中心 剛才我就走了一圈這裡的示範單位 很喜歡 所以我很心急想看看 到底我夠不夠入住的資格 又或者我身邊的朋友仔 可不可以有個借鏡啊 知道呢 所以今天很開心 我們邀請到兩位的地產營業代表 一位就是Kent 另外一位就是Gary 和我們聊天解答一下我們的問題 Kent 你好 Gary 你好 剛才聽到我的問題了 到底入住 萬錦伯頓曼上角是需要什麼資格呢 萬錦伯頓曼上角這個project 入住的年齡是55歲以上 沒錯 非常好 算一算手指 我想我也差不多了 我之前去過其他曼上角的單位看過 都發現到他們的配套都很多 有些活動室 方便一眾年輕的退休人士去參與和居住 既然這麼適合我們年輕退休人士居住 我想知道會不會和我們 之前自己住的時候 和現在我真的入住了長者大廈的分別 譬如好像我們一眾人士 尤其是在多倫多 那多數都是開車的 那如果我真的搬進來 這個萬錦伯頓曼上角的退休長者大廈 那會不會令到我開不了車的 Kent 或者你講講 當然不會 雖然這個萬錦伯頓曼上角 他是55歲才居住 不過他的target market 其實永遠都是一些適合退休人士 那跟其他康律一模一樣 他有很多時裝好的配套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這個地理位置很好 就是在萬錦裡面的黃金地段 兼且這個萬錦伯頓曼上角 都會提供一些專車接送 給裡面的住客 那聽起來是很開心的 那換句話說 如果我是開開車的 這裡都會有一個 的parking lot 給我 是用得到的 就是泊車位 那如果我是不開車 不泊車 那就可以有shuttle bus 那當然 這個長者大廈 一般和其他康律沒有什麼分別 那當然也有parking 那on top of that 就是感上天花的一件事 就是他會有一個專車接送 為了住客服務 剛才我走過示範單位 我發覺有很多東西 都跟我上一次看不同 包括有些老頭 或者是洗碗機的牌子 和用料 我很想知道是否真的有更新 令到我們的消費者 真是更好 Gary 你可否幫到我這個問題 你就真是眼裡了 的確是有的 上次你可能去之前的銷售中心 那時候 就未有這個新式的洗碗碟機 那現在發展商 決定漫長決定 上次有些小的單位的時候 就未有焗爐 還有爐頭只有兩個爐頭 那現在發展商已經將它們 全部升級了 做四個爐頭 還有有焗爐 還有新的顏色配套 還有一個白色的櫃頭 現在是新的也有 剛才Gary 提醒了一件事 就是關於小單位和大單位的分別 因為剛才我見到洗手間 有兩個洗手晶盆 那為什麼會有一回事是什麼呢 是的 那之前示範單位 就是有一個單晶盆 但是其實那些過千尺的單位 全部都有雙晶盆 兩個晶盆 那這個洗手間裏面 還有一些特別的配套 是為取休人事 就是有了這幾樣東西 其實回不了頭 就是第一就是熱門 那你去浴室洗澡的時候 有了一個暖燈 就會特別舒服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很多condo 都不會有的了 就是這個熱門 那連毛巾都和你一起 你洗澡出來的時候 就暖粒粒很舒服的 剛才我感受到的 真的暖粒粒很舒服的 既然剛才Garry也提出了 關於浴室和設備設計 那我不如問他了 因為剛才我們進來的時候 就聽到一些營業代表 就和一些客人說 有新圖質 那我也想知道 到底現在的新圖質 和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是的 現在他們發覺很多客戶 是需要兩個洗手間的 尤其是一些一房一釘的單位 或者將一個釘變成房間的時候 很需要兩個洗手間 那他現在就可以將一個釘 或者第二層的地方 加了一個Powder Room 還有就多了一個廁所 和一個洗手的升盤 既然我們一眾人士 來到一個退休的年紀 那可能就會是 需要搬進去 這一類型的長者大廈 那支持我們住屋的朋友 就會搬來 那到底搬進去長者大廈 區別是怎樣 或者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或者讓Gary和我們分享一下 嗯 其實我們很多的客戶 找我們去放盤買樓 都是個原因 都是因為想下降 那這個故事 我們都聽過很多次的了 就是他們去到 差不多退休的年紀 那些小朋友也都大到 他們開始獨立了 那他們就會開始 自己想搬出來住 有時候可能住在下廈 在下廈做事 那他們想搬下去住 那但是現在年輕人買樓很辛苦 那可能租住先 那他會 那譬如租下廈的租金 現在升得很厲害很貴 那他們很難儲錢 那做家長的 通常都有個心 就是想留一塊錢 幫他給他收期 那他們有能力上班 那就可以借到mortgage 那就可以自己供一層樓 但是踏出第一步 都很多時候要家長去幫他做這件事 是 那所以這個故事都很常見 那大家長也都有個 自己有個motivation 有個動力去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那間屋的子女搬出去 打你都辛苦的 可能二千多三千多 一間detached 或者一間town home 還要給貴的地稅 那還有一個很常見 就是唐樓梯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他們覺得撐樓梯 上上落落 對膝樓都很辛苦 那他們就會想 不如住回公園 或者住回公園 那會適合他們多些 打理又方便些 那這個是我們最想聽到的故事 多謝Gary的分享 我絕對同意 我還想到一件事 如果房子太大的話 有些時候可能用電 用暖氣都會多些 那所以如果是down sizing的話 又可以幫助小朋友 就是子女 也可以省錢 何樂而不為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多了時間 享受一個優質的退休生活 沒錯 多謝Gary和我們分享 關於down sizing的好處 那我自己就很想 希望看看 由財務上方面的角度 做一個down sizing 有什麼好處 帶到給我們 麻煩Kent跟你說說 如果在down sizing 在財務上的角度來看 第一件事就是地稅 地稅其實所有物業 在加拿大都要付 那如果你原本住的家 一間獨立屋是大約200萬的話 根據現在的市房 大約起碼要付7千元的地稅 每一年給政府 那如果你做了down sizing這個動作 你比的地稅 相應上是少的 那當然啦 你的面積小了 比的地稅是少些 不過你的財務上的負擔 都會少很多 第二方面 因為現在全部的樓都太貴 那大部分的住戶都要申請摩基 那現在大家如果看新聞都知道 現在大約是十年難得一次的加息周期 現在去到五厘六厘 那如果你不做一個down sizing的動作 你那個摩基上面的負債比率太高的話 你每一次給銀行的利息會都會太高 所以在退休之前的我們 可能自己住的一個物業 那現在我搬到來 萬錦伯頓曼上角這個長者大廈 那我又會很關心一件事 就是它的屋價和市場上的方面 是不是真是一個掛勾呢 又或者如果我們是買了這個物業 擁有了之後呢 到時我可不可以自由買賣 那我想聽一下Kens 會有什麼建議給我們 萬錦伯頓曼上角這個樓花 根據現在的市房 和外面現在其他萬錦的發展相比呢 大概是便宜20%左右 那數據從哪裡來呢 就是曼上請了一個第三方 獨立專業的物業股價去做一個評估 那大約是便宜20%左右 外面現在萬錦的所有發展相 建一個condominium 平均尺價大約1100至1200元 而萬錦伯頓曼上角 這裡大約800至900元 那原理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免除了一些LTT 就是叫做土地轉讓稅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一些一般發展商要給的發展成本 萬錦伯頓曼上角都不需要給 所以在消費的角度是便宜了些的 那至於第二個問題 可不可以自由買賣 完全沒有問題 那最後一件事要說就是 萬錦伯頓曼上角 是根據現在的市房 應該可以classify as affordable housing 即是比外面的condominium 平均大約20%左右 那如果我買了這個單位 我可不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 當然沒有問題 那當然待會Gary和我的拍檔 會和你解釋這個 永久居住權物業和其他condominium有什麼分別 不過自由轉讓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講到永久居住權 我也不是十分之太清楚 所以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向兩位學習 Gary麻煩你和你解釋一下 永久居住權 好啊 其實永久居住權對很多的買家 都有很多誤解的 那曼上這個project 我們聽一些客人第一時間問 經常都是問 那如果要賣一個單位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付回曼上價 其實不是的 你所有的永久居住權物業的權 是自由可以買賣的 總之其實大廈的準則 就是55歲以上的人士居住就可以了 那除了買賣之外 也都是自由租務市場 自由放租 自由去租的 那 again 都是啦 總之租客是55歲以上就可以入住了 今天我們很開心能夠請到 Kens和Gary和我們聊天 在我們的對話當中 我都獲益良多 真是知道是不少 多謝兩位 謝謝 既然現在曼緊百頓曼上角 然以動工和火出盡行 大家望一回 有興趣的話就來看看 希望能夠適合你 又或者你身邊的朋友來使用 或者是過來看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向在場的營業代表查詢 是的 可以edd敵